第661集 九婴之灾 二 天庭给饕铁的封号 不只是赋予饕铁能力 还封印了饕铁的能力 空宵杨慧忍服六四礼 空宵是封印 杨慧和忍服是次语 封印是为了压制妖族的本能 相信其他的封号大圣 也是一样的 妖族的传承在西游世界 应该比人类更久远 他们很可能就是造物主的后裔 封号是造物主遗留给他们的财富 却被天庭给剥夺和占据了 造物主是盘古吗 其实我十分怀疑 虚空就是盘古的尸体 但他却说自己名为造父 我也觉得十分奇怪 但他的确是所有妖族之父 而构成封号的神闻 或者应该称之为妖闻才对 我就是因为封号上的妖闻 才能与造福沟通的 我怀疑苍结并非是造字 而是改字 将妖闻变成了神闻 我需要更多的封号 最好能够直通造福大脑的 这样或许就能解开虚空 与神闻之谜 经林冲这么一解释 哦 七零四这才明白 林冲这段时间他经历了什么 怪不得这次闭关耗费日久 原来是和虚空造父聊天去了 如果说这虚空是个生物 又已死掉 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守卢人 能够借北海玄龙之力 将其驱动了 分明就是借尸还魂呢 这个 反过来想 如果昆仑仙 能够占据这句曲窍 那岂不是从根本上 破解了守卢人的手段 不过 能做到吗 七零四已经瞧不明白 林冲想要做什么了 我需要更多的封号腰蛋 林冲说 照你们说的 先是搞定九英吧 穿越五十六年十二月 教官团在黄河源头 成功绞杀九英 或许胸水灼火 四字封号腰单 此义是极为惨烈啊 九英的四字封号 能化水火之形 与昆仑们贴身肉搏 非常难缠 此义结束之一 四十八神境的教官 跌落原英 三名散仙 失去了散仙果位 比之与饕贴的战斗 损伤更大 穿越六十五年 距离北海玄龙 倾覆此事灵机 已有十年 昆仑仙宗人数 突破到了五十万人 这十年里 穿越者们 毕露蓝绿 宛如一个种群 呵护幼小的 雏鸟成长那样 将出生的穿越者们 一把屎 一把尿 喂到这金丹漆 后期进入异界的玩家们 已经认定 异界 他就该这么玩 必须得经历一番 痛彻心扉的生死魔力 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 在这游戏里 呼吸都要花钱呢 当然 赚的也多 当老玩家们 跟他们讲起 当年异界开服的 黄金十年时 他们都觉得 难以置信呢 不周天爸爸 也曾善良过 嘿 开什么玩笑 目前 穿越者们的平均等级 在园英期 比之十年前 境界似乎停滞了 不过 704的数据模型 可以证明 穿越55年起 玩家的等级 经历了一个 巨大的低谷 从园英 一直跌落到了筑基 几乎到了宗门 无法存续的 警戒线了 因为后继无人呢 自穿越60年起 这个波谷 才缓慢的回升 这期间 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 穿越 56年 荒北小镇 围杀饕餮 黄河源头 击杀九英 教官团 随即推出了 新品道具 能够让玩家们 忍受灵机绝境 而不死的黄金道具 忍服蘑菇 穿越58年 教官团 击杀白泽大圣 教官团随即 开始售卖 鬼神蘑菇 这鬼神蘑菇 随即挑选 白泽精怪图中 11520种 精怪之一护体 若是抽到 这不死凤凰 则是可 直接保护玩家 修炼到金丹期 穿越59年 教官团 联合玩家们 连续击杀 雄骑 奥阴 两位大圣 至此 犀牛鹤州 已有四位封号大圣 死在东圣神州 其他的封号大圣 为之丧胆啊 穿越60年 在穿越者 因灵机绝境 最高境界 停滞了五年后 终于有了第二位 昆仑真仙出现 而黄金十年之后的 黑铁年代玩家 也终于开始 踏足神境 穿越者平均实力 终于曲线 总算开始 触敌反弹了 同样 穿越60年时 除了顶级战力 一节真仙赵虎 没有跌落境界之后 教官团 二十二位散仙 三百六十位神境 在连年的征战中 至少跌落一个境界 教官团已是 无力再战 穿越61年 教官团 勉强组织力量 第一次攻略了 竹音大盛 这竹音 是犀牛鹤州 十大盛中 最强的一位 封号全称为 昼鸣无起 阴阳贤竹大盛 其封号能力分别为 一 咒鸣 被他注视的人 都会陷入死亡般的沉睡 二 无起 他没看到的人 没法伤到他 三 阴阳 被他杀死的人 直接送入地狱 后来证明 那并非是地狱啊 而是一个异界洞天 四 贤竹 世间但凡有一点 竹光不灭 他便永生不死 除了这八字封号之外 竹音身长千米 通体赤红 哎呦 简直就是天灾级 第六百六十二集 黑铁十年 教官团第一次攻略竹音 以惨败告终 差点是全军覆没 赵虎舍命断后 甚至被关进了阴阳洞天 无法回归 还是临冲后来用这虚空蘑菇 将其引渡回了陈世界 幸好有神秘高人出现 阻拦了竹音的追击 那神秘高人跟七零四还挺熟 穿越六二六三年 竹音与痴妹九尾两位大圣 几乎将这东圣神州翻了个底朝天 带着各路从那犀牛鹤州而来的 妖族大圣大王 只要把东圣神州也变得像是犀牛鹤州一样 吃的是十世九空 惹得这二十四仙宗与昆仑仙宗联手 共遇外敌 通壁白骨大圣倒是没有趁乱声势 大概是地狱观念 不愿与犀牛鹤州的大圣们为伍 穿越六四年 教官团开始与玩家们联手 共同攻略 竹音痴妹九尾三大圣 痴妹大圣封号为断魂忌骸 用这奇幻的世界观的游戏来看 就是带圣骑士技能的死灵法师 死于六四年冬 被精善唯物真经的三十名昆仑散仙 两名一节真仙 用一百颗核弹魔骨定点击杀 痴妹大圣死后 九尾大圣不知所踪 九尾大圣封号为 心智融资祥瑞大圣 能力呢 就是聪明漂亮又吉祥 兴许是察觉到了己方气韵已衰 九尾大圣选择玩失踪 穿越六五年 昆仑仙和教官团与玩家之力 联合二十四仙宗 再度攻略十音大圣 一万神境之上的昆仑仙 让二十四仙宗再度见识到了什么叫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林豪横此时已至四节之境 惊艳一剑 斩破十音大圣的阴阳风号洞天 林布周以无相仙法抵住了竹音的昼明神通 有苏以寺院造作大法映出了竹音的无起之身 教官团祭出了三十六颗浮空神光堡垒 虚无神光变洒 竹音是避无可避 二十四仙宗各样的天机法宝 阵宗大阵 那就不要钱一样的往这竹音的千米之巨的身上就发射呀 林冲这十年里 攒了将近一万颗核弹蘑菇 全部都用在了这一 炸的这竹音大圣千米巨区是灰飞烟灭 只剩下了几千缕不灭烛光了 数万昆仑仙与二十四仙宗高人 则是将这些烛光一一吞服 或是在体内用神魂将烛光磨灭 或是被烛光破体而出 破体而亡 修炼者即是死亡 但却立刻又有另一位修道者接手 如此大战 直战的是苍天气血 大地裂冤 七日之后 方才将这竹音彻底抹杀 留下了一颗八字封号妖丹 穿越六十六年 灭杀了竹音之后 一届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赵虎十年征战 终于突破了一节真仙之境 二是教官团开始建设 宛如黑色线条构成 其散播出的白光野弹 若是在这天光大亮之时 怕是很难发现其痕迹 是因为现在没有危险 天灯也会判断 是否要响应你的召唤的 教官颇有些尴尬的说 还挺机智 玩家们纷纷点头评论着 后续呢 天灯还会开发出传送法阵的功能 敬请期待 教官说完就溜了 留下玩家们嘖嘖稀奇的 打亮着地上的天灯 天灯系统现实的消息 一旦传来 顿时是引爆了 异界玩家们的热情啊 这个灵机绝境的大版本 已是持续了十年之久了 终于要迭代更新了吗 天灯范围内 不受灵机绝境影响 还可求助万象先帝 后续还能开发出传送功能 天哪 这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爸爸 爸爸太爱我们了吧 我受宠若惊啊 论坛上有人表示 不敢 第663集 虚空天灯 话说 这不就是玩家驻地设定吗 当年所有游戏都有啊 比如魔兽世界那种 绝对安全 可以传送的玩家驻地 怎么换到异界里来 我们就会这么感动啊 大概就是有人持续二十年 每天扇你一个耳光 忽然有一天不扇了 你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善良 简直就是天使 我去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好悲哀 我教你个办法 叔叔上个月在异界赚的钱 还悲哀不 忽然觉得 快乐许多嘞 天灯系统的诞生 当然是林冲种蘑菇种出来的 攻略了竹音大圣之后 林冲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 贤竹封号 这十年里 经林冲分解封号神通 有十八种之多 对于这封号 神文 虚空 造福之间的关联 林冲已然是摸清了 其中的脉络 如果他和Zero没猜错的话 这竹音大圣的贤竹 与造福使关联极深 拿到了贤竹的封号 林冲是闭关了三个月 再出关后 林冲种出了近乎于 虚无存在的贤竹蘑菇 这蘑菇的模样和那蜡烛里的竹光似的 是虚无缥缈 而竹光的竹心 则是一束 无根纹 这是 七零四师越来越看不懂 这林冲的创造物了 蘑菇种植树 有这么神奇吗 贤竹蘑菇 其中蕴藏有无根纹 带有虚空的力量 能与灵机绝境抗衡 但要通过媒介 林冲介绍 媒介 七零四不明所以 对 一种近乎不死不灭 与无根纹 关联很深 能够承受虚空力量的存在 林冲提醒七零四 此界敢说不死不灭的 只有黄粱仙吧 啊 你是说法眼蘑菇 七零四一醒 对 这就是专为法眼蘑菇 而设计的升级道具 我叫他们无根蘑菇 因为结合了无根纹 贤竹蘑菇只是其中一种 当年用一卧天机 给林不周升级 这个不同 这是另外一条路 给法眼蘑菇 以虚空的力量 但 这罗机呢 七零四虽然欣喜 却仍然不明白 你能种出玄法蘑菇 这可以理解 解析封号后 种出封号蘑菇 也没问题 但现在又结合无根纹 种出了这种 咸竹蘑菇 还能给法眼们升级 这蘑菇正直树的逻辑在哪 文法蘑菇养化仙道 封号蘑菇模拟封号 无根蘑菇 当然是在线造福虚空啊 林冲觉着 这逻辑很清晰啊 所以天灯系统 就是造福 七零四觉着 自己一脑门子官司呀 这怎么联系得起来呢 对 林冲点头 造福不是虚空吗 造福怎么就会是灯呢 七零四要被绕蒙了 造福是虚空 但他也是灯 首先 无根纹能够勾连造福虚空 其次 他还能够勾连黄粮仙 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底层编码 妖纹神纹 无根纹一脉相承 所以当贤珠蘑菇里 有这句无根纹时 他就集中了造福虚空 黄粮仙二者的合力 就成了灯 拜托 再简单一点 七零四求饶 简单一点啊 那就 林冲皱起了眉头 这时 耳边响起了 Zero的一句话 造福虚空是黄粮仙的爹 我用咸珠蘑菇 让他们认祖归宗了 林冲说 这我就明白了 七零四大概是在拍大腿 所以 悬法蘑菇是仙道 封号蘑菇是妖道 无根蘑菇就是无根纹 也是神纹 妖纹 这个世界的底层规律 是造福爸爸给妖族们留的遗产 那也可以叫它法则蘑菇 律令蘑菇 因为这代表的是天道伦常 七零四总结 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造福虚空的存在 所以无根纹才有这种效力 一旦造福虚空不在了 无根纹就没有这种能力了 林冲补充 所以当年五夫才会说 神纹封号是规则 也不是规则 那现在你能种出几种无根蘑菇 除了这种可以改变环境的 咸竹蘑菇之外 七零四问 还有就是滔地的空宵了 就这两种 林冲说 第一 是能够获得虚空爸爸 遗赠的妖族较少 第二就是 此界的封号大圣们 都是被从唯一的世界 斩出来的 说不定这斩来的时候 就少了几个零件 没了几个封号呢 为什么黄粮仙 会是造福虚空的儿子呢 造福虚空的儿子 不都是妖族吗 七零四又想起一个疑惑 啊 我说错了 不是黄粮仙 是造福虚空的儿子 是我们的法眼蘑菇 是造福虚空的儿子 林冲纠正自己的说法 黄粮仙和法眼蘑菇 有啥区别 一个是职业 一个是种族 七零四忽然愣了一下 他明白林冲 是什么意思了 诶 你的意思是 神木 其实才是造福的儿子 第六百六十四集 三千万昆仙 一 没错 正宗敌传 不然接收起虚空的力量来 怎么能那样顺手呢 林冲拍手 七零四呀 你总算是抓住重点了 其实说是儿子 但虚空 神木 其实都是造福的一部分遗骸吧 遗骸 七零四就想象了一下 通天的神木 是遗骸的哪部分 灯是觉得 有点眼瞎呀 穿越六十六年 异界开服二十一年 万象先帝 以无根蘑菇 为世间种下了十万天灯 异界从此摆脱了黑铁时代 进入白银时代 自从林冲种出了街灯蘑菇之后 昆仑仙们对于这虚空的了解 也是与日俱深 首先呢 这个虚空啊 它并不空 虚空 乃是个巨大的生物 它名为造福 该是开天辟地后的第一个天主 其后陨落 身躯化为虚空 看起来是异界的创世历史 又深了一层 不过呢 你再往深处去研究 就会发现 妖族与造福虚空的关联 被斩入此界的封号大圣们 根骨不全 封号或多或少 该是有所缺损的 即便如此 也能从其封号中 找到这造福虚空的遗则 而法眼蘑菇 能够承袭虚空之力 也能够看出来 神木应该也是 这造福尸骨所化 造福虚空的最大遗产 以神文形式 凝结在了封号大圣的封号之中 与那些天庭给的假封号 混为一谈 如此看来 造福之存在 是天下所有妖族的源头 也不为过 而人族修道者 自神境之后 就开始记忆虚空 凝结道印 而后的仙鹰 真灵 也都是在借助虚空之力 这么一算的话 修道者们 仿佛是个外来者 正在占据 使用造福虚空的资源 也可以想象 当初造福存活时 该是一个怎样的庞然之巨的生物 林冲在于饕铁和竹音封号中 瞧见造福是 都是一副横跨万古千代 占据宇宙洪荒的那个气势 如此的创世级大能 又怎么会死呢 他又为什么不是盘古 关于这个 七零四查到了一点文献 老子中有说 道生一 如果道是万物始祖 那一是谁 是盘古 不太对 盘古先于天地而生 至少也是道的级别 是太上道君吗 那么太上道君 与其他两位上卿 玉卿 该是父子关系 并成三卿 不是有点奇怪吗 另外 不在于正史的一气化三清之说 一气是谁 穿越六十六年到六十八年 林冲种植了差不多十万棵 咸灯蘑菇 点亮了十万盏天灯 昔日的法眼天路 升级为了法眼天灯 穿越者的情况是大为改善 首先就是昆仑山 三千天灯层层叠叠铺沉 宛如一个立体的灯阵 在白日里阳光普照 还看不出个究竟 一到这夜晚呢 就能够看到 自昆仑集颠转升塔为时 一个成立锥形的天灯之阵 依次下扑 一直扑到这九层昆仑城之底 黑暗中望去 昆仑山宛如这黑暗宇宙中的灯塔 三千个玄傲的太阳神鸟文 焦香灰映 重叠相接 微微奇观 其余这九万七千个 遍布在东圣神州的各个主干道上 构成了一个个 或大或小的安全营地 穿越者在营地中不受灵机绝境的影响 天灯提供了稳定的虚空结构 那淡泊的白光照耀处 带给玩家的 是家一般的温暖 穿越68年 在内测了23年之后 一届终于是开放了公厕 完全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 一个由全球197个国家组成的 一届开拓国际委员会 亮相在各国的新闻联播之上 这个委员会的出现 让世界范围内不少人大呼意外 好家伙呀 这什么时候玩个游戏 还要再组一个联合国来管理了 而更多的人呢 则是隐约地察觉到了 在此世背后的暗潮汹涌 很快 意界并非游戏 而是一个真实的 存在的世界的维度的说法 开始在私底下流传起来 同年 有个里程碑式的科学发现 以林曼为首的能量宇宙实验室 利用虚空能量 成功地仿制出了 白铁这种宇宙级别的航天材料 人类正式宣布 可以进军星际 白铁的大批量应用 首先就是星际飞航的坚固度和防御力 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 其次在使用白铁之后 天门的结构变得足够应付 凭借一个恶劣星际环境 穿越69年 也就是公元2089年 太阳系的八大行星都被地球前进舰队收入囊中 天门建筑在了所有的行星之上 也是这一年 继一届开拓国际委员会之后 人类星际开拓舰队管理委员会 同年组建 大家是习惯性的 称呼前者为AWS 后者为PPSE 这两个组织将在今后的数百年间 掌握60亿人类 第665集 三千万昆仑仙 二 一届迎来了大规模的玩家涌入潮 穿越68年 随着AWS的成立 各国政府开始私下鼓励 本国人民进入一届 一届是一个真实世界 在其中可以博取到财富 甚至改变人生的消息 就是这个时期 大规模传播在地球舆论之中 绝金潮持续了将近三年 从穿越68年到穿越70年 进入一届的穿越者 以指数形式节节攀升 从50万到3000万 三年时间 翻了60倍 不周山服务器承受着巨大的考验 还好呢 这一届的根果之力 似乎也是延伸到了地球这儿 偶尔卡顿 但是绝对不当机 而704建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基地 在这三年里 扩大了将近十倍 地下机房内的服务器群组 如果全部堆出来啊 那就是一座小山啊 三千万的穿越者 相对于东圣神州百亿土著来说 这数量上绝不算多啊 但这可是三千万能够修炼的昆仑仙呢 在林冲创始昆仑宗之前 东圣神州24仙宗的总修道人数 也不会超过30万 百倍于之前的修道者 好家伙 顿时让这整个东圣神州 都显得有些拥挤 人数的指数激增 带来的就是昆仑仙们的 修为的节节拔生 天降伟人这一昆仑仙身 根本法属性 在这一时期 闪耀的那就像是正午的烈日 后近的昆仑仙们就发现了 他们只要待在 熙熙攘攘的昆仑山上 挤在这天灯照耀的范围之内 等级就会有所提升 不用打怪 不用练功 昆仑先生根本法 就会带着他们走上人生巅峰 这时期 直接诞生了许多的挂机党 上下后啊 啥都不干 就站在轮回塔里聊天 一直等到这境界自然上升到了金丹 甚至元英才下山去 不过这批人 由于境界不纯 经验不足 往往这一下山呢 遇到了灵机绝境 再加上妖族的侵袭 那就会死的跌落境界 甚至被刷为白板 最后狼狈的回归昆仑山 而另一边 在高端战力之上 一直站在一届等级巅峰的教导团的赵虎 逐渐被基数更大 诞生天才更多的玩家群体 所超越了 这时期 从穿越七十年 到穿越七十五年 诞生了被称为黄金石佬 黑铁七修 白银五节的 二十二位真仙 他们分别是来自不同的时代 玩家们的内部的纷争 逐渐浮现 东盛神州 西南边陲 一个小镇之上 小镇居民们 过着平静的生活 呼得今天一早 天空中有宝光浮现 数十个仗剑掠空的身影 停于小镇上空 镇中的居民 皆是仰慕一望 但并不怎么惊慌 此地虽然偏僻 但这几十年里 也常有仙人来访 都给我听好了 八步众办事 都老实待在家里 一位面色枯黑的修道者 脚踏着金轮型法宝 说出的话 有点大舌头 但这鹤声如雷鸣 镇得几百个小镇居民 这双耳是嗡嗡直响 不少孩童啊 当时就吓哭了 这位仙长 不知道仲驾来此 所为何事啊 颤颤巍巍的镇长 拄着拐杖 在家中长子的参幅之下 来到了镇子中央 仰望着踏在这金轮上的修道士 你们镇子里有妖怪 那黑脸修道者双目一凝 眼中是金光如网 左右四顾间将这整个镇子都扫了一遍 一处大宅中 抖得是升起了冲天妖气 如墨如烟啊 就在那儿 黑脸修道者是一声鹤令 当时其他十来个修道士 同时是神念勾连天地 十来只元气大手 就往那大宅就压了下去 好家伙呀 竟然是十几个神境修士 为首的这黑脸能做首领 同时 墓中的金光是刹那笼罩小镇 怕是该有这真仙修为了吧 那是我家宅邸啊 镇长的儿子当时就嚷起来了 指着那黑脸修道者大骂呀 你这贼道 要做什么 再转头一望 就见这十几只的元气大手 左右裹鞋着 将一个不一惊差的女子 给抓了出来 层层大手是宛如囚牢 媳妇 镇长儿子是姿目欲裂 抓起一块石头 丢向那黑脸道士 你们这些强盗 石头丢在这黑脸道士的身中 金轮上是火光一闪 石头灯石崩碎 不识妖物真面目 还活着作甚 黑脸道士冷哼一声 微微是一栋神念 就见这空气中 引游火龙盘旋 降于这镇长儿子的身上 要将其稍微积粉 就在此刻 呼的是空气中 黑白色光滑一掠而过 那条火龙 反倒是被分割蹦裂 结结而消 谁 这黑脸秀道士一惊啊 望向那光滑来处 就见着一个复健青年 从镇口处向此地走了过来 步伐看似缓慢 却是一步实力 这缩地成寸的神通 非是真仙境界 不能施展得如此笨 第666集解忧大圣 青年所赴之剑 模样很是奇怪 剑柄齐弯如钩 符合这一法宝特征的 在黑脸道士的记忆中 那就只有一个 就是他之前所使用 以变名妖族的 玄金双铜创始者 黄金石老之一 一剑鸽昏晓 丁晴 把不中的夜叉不办事 我哪 我管你是谁 舌头捋直了再跟我说话 真是烦了你们这群阿三 永远不吃天高地厚 全世界公司就这点不好 什么牛鬼蛇身都来了 丁晴叹了口气 丁晴 你难道想抢夺解误大寿的封号妖丹 黑脸道士 一直被囚禁于半空中的女子 我八部众耗费六个月 才打探到其所在 AWIC规定的一届所有物保护法 规定了 他属于八部众所有 滚 丁晴是大喝一声 三节针线的庞大仙机 如同一座泰山般 压得这所有八部众之人的尖头 当时把这些漂浮在半空的针线 神经都给压下来 压到这地面上 甚至压得直接就趴伏在那地上 丁晴 黑脸倒是蛤蟆一样的趴在地上 勉强抬头 心中却是震撼至极啊 三节针线 竟然可以连这手指头都不带动的 只凭这仙机 就将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 这是何等的威势啊 AWIC也规定了 不得随意杀害一些居民 如有违背 视同于触犯了地球上的刑法 就冲这个 我弄死你 你有什么问题吗 丁晴居高临下的 瞧着那黑脸倒是 我还没杀 黑脸倒是勉强开口 脸憋得红透透的 我也没杀 丁晴再动手指 扑通扑通扑通啊 连续十几声 八步中的一个散线 十来个神境 都被这仙机压得压到这黄土地里去了 就跟他活埋似的 不再闻声息了 八步中一去 丁晴瞧着跌在地上的不依女子 岂有大圣 万象先帝有指 要你的封号腰单 对不住了 何必多言 你是三杰真仙 直接娶我封号就好 来吧 那不依女子 呼的是展露原形 竟是一尾身长五六米的狐狸式的野兽 浑身雪白 颈上一圈蓝色的绒毛 它仰天嚎叫 声音虽然凄厉 但闻之竟觉着是心旷神异 解忧大圣 又名肥肥 二字封号 这封号能力还是让人开心 所以虽为这十大圣之一 但有啥战斗能力可言呢 丁晴正要取见将之收了 呼的是眉头一皱 就见着东北方天空是金光闪烁 无穷无尽的佛光映照之中 八步众之下是一一掠过 而这些幻象正中 则是坐着一座长尔佛陀 这不是NPC 而是玩家 与这十老八修并称的白银时代玩家的佼佼者 五节之一 四面佛 亦是八步众的领袖 丁晴 给个面子 四面佛一开口 满空皆是天花异象降下 还有仙月为之鼓吹 把解忧大圣给我 不逆三万上品灵石 你先把背景音乐听完 咱们再好好说话 我听着脑袋疼 丁晴皱起了眉头 此乃本尊 进军四节真仙的征兆 却是停不下来 四面佛是呵呵笑着 呼吹大气 我还没到四节 你凭什么到四节 丁晴冷笑 痛快滚先来 不然老子就把你砍下来 你尽可以试试 丁晴是八剑就斩 世界随着他这一剑 分为了灰白二色 报告传到了七零四 七零四又传给了林冲 起来这种事不是很正常吗 林冲不在意 玩游戏要么打boss 要么打玩家 哪天不打才是奇怪吧 关键是 这场价的结果 是丁晴晋升了四节 你不是说一旦有玩家 晋升入四节境界 就立刻通知你吗 七零四说 啊 林冲放下焦蘑菇的喷壶 忙是擦擦手 然后借着北海玄龙附近的天灯 投了一个万象法身过去 丁晴啊 是个老玩家了 今年是林冲穿越的第75年 也就是地球的公元2095年 一时一届开服30年 30年 对于20世纪初的地球人来说 是人生的三分之一了 从20岁到50岁 也是人生的黄金阶段 是人的一生中最具创造力的阶段 但对于以丁晴为代表的 异界玩家们来说 他们的体质随着境界的提升 不断地被改变 更为聪明 强壮 长寿 异界的玩家里 有超过120岁 身心状况 却仍然是宛如四五十岁中年的情况 但除此之外 却没有更多的改变 魔法 仙道之类的奇迹 并没有出现在地球上 玩家们只是体质上的提升 并没有以生命形态上的改变 在异界对全世界开放之前 教导团已经实验过了这种情况 前面内测的20年 从黄金年代到黑铁年代 为什么没有这大规模 照入地球穿越者 其实就是在评估 异界 第667集 玄龙之商 金丹 元英 神境散仙 乃至于真仙 教官团证明了 即便是你达到了真仙境界 这穿越者在地球上的肉身呢 仍然不会获得在认知之外的特殊能力 这代表了 地球目前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 并不会因为异界而发生巨变 这很重要 在祖国这种强秩序的国家 类似林曼五福这样的超能者 尚且可以融入秩序 因为国家足够大 秩序足够包容 可一旦类似于这M西哥 非洲各国这样的这个弱秩序玩家 有了个类似林曼这样的强大能力者 那这玩意整个国家都要被颠覆啊 那时 异界对于地球的冲击 就不止于是个体了 而是整个文明 所以 20年的评估很有必要 这也是联合众议 成立AWSE的基础 虽然已经掌握了足够碾压 全世界的科技和武力 但18、19世纪的希望国 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获得各国的认同 你只凭着武力 祖国将会重蹈希望国的覆辙呀 在拥有能够把全世界拉在一起A了的实力之后 仍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才是咱华夏文明的真正内涵 讲回丁晴啊 丁晴之所以能够如此之快的突破至四节真仙之境 除了连逢奇遇 当年攻略土地公 后来攻略十大封号大圣 他都有参与之外 实是因为 他的自创功法 玄金双铜 已成为了现在昆仑仙 人手必备的一项基础功法 昆仑仙 天将伟人 时代浪潮 两个根本属性相结合在一起 有了个传承的附加概念 一旦你创立的功法 在昆仑仙宗内流传预广 你就会获得更多的天机的青睐 天将伟人的那个伟人 极有可能就是你 所以 三千万昆仑仙涌入异界 丁晴的境界是连连攀升 后发先至 第一个过了四节之境 而丁晴的玄金双铜 在修炼到了巅峰之后 经散仙节洗礼 出现了画歌昏晓之阵 再经真仙节洗礼 又转为了剑翼玄公 其惊觉之处啊 可刺破虚空 另立他界 林侯侯都赞不绝口 而林冲在得知了丁晴 已是突破到了四节真仙之后 就以这万象法身 投到了昆仑山北路 往上万米清空处 这里盘旋着 宛如一个天象般存在的 北海玄龙 二十年前 北海玄龙被这首卢人 抓了过来 并已知轻覆法式灵机后 就仿佛成了一个天文异象 万米之长的巨区 回环盘旋 遮天蔽日 从没动过 此刻昆仑仙 虽然能够攻略八字封号大圣竹音 但面对着北海玄龙 即便是最高阶的真仙 仍要觉着颤力啊 北海玄龙的墙 那是倾尽此事的墙 八字封号与九节 似乎只差一个位阶 但人北海玄龙 可不是那普通的九节真仙 他与这泰山君一样 位列九节 是因为此事的真仙位阶 到这九节他就满了 若是真仙要经百节 北海玄龙啊 也在这百节之上 为了监视北海玄龙 林冲在其深州布置了一圈天灯 只见近百天灯是悠悠而明 照着这北海玄龙之浑黑的鳞片 带着一圈深不可测的荧光 天灯之下 林冲的法身亦是不受这虚空的影响 同时由于天灯亦是林冲的化身 所以经由虚空蘑菇周转 想要什么物件 随手一刻时来 玩家们若是在这天灯之下 向着万象先帝求助 运气好的话 能得着一颗核弹蘑菇的帮助呢 此刻 这林冲站在北海玄龙的龙手前 看着这个宛如波音七四七般巨大的龙头 之前几次找北海玄龙聊天 这位远古大能均是不搭理 想必是怕这守卢人听到 现在这个时机 这个话题该是可以聊上一聊了吧 有昆仑仙到了四劫之境了 林冲说 北海玄龙睁开了眼 他转了下头 他的这个龙须在林冲眼前划过 好几活呀 就跟一只横空掠过的巨刃似的 北海玄龙叹了口气 如同是风啸天地 无早已知晓 我想你也是能够知道的 毕竟你此刻掌握着造福虚空 相当于此界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林冲点点头 万年之期仍旧 阁下为何如此迫不及待 北海玄龙硕大的龙目之中 透着不解和疑惑 既然拥有唯一根果 何不后攒根基 以图将来 非得要自觉死尽吗 我族之人常有一句话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林冲认真的说 若非这般拼搏图强 百年千年之后 仍是不得争过 那阁下与吴 还有什么好说 吴身在天侧 不得自由 之后所为 亦是非吴之原意 晚情见谅了吧 北海玄龙无奈言道 你要是再计手段 我所以只好与你生死相搏 此刻问你 只想知道 有一丝可能 你驻我族 反攻守炉人 我向你承诺 能把你的一丝惊魂 送往我族的根本之地 那里名为地球 满天神佛 管不到那里 林冲真诚 第668集 灵机有毒 一 这一刹那 林冲在北海玄龙的眼中 看到了闪烁 他知道 北海玄龙心动了 在此界 你最终也不过是个要诈 林冲在言 不必说了 北海玄龙 呼的是咆哮了起来 宛如是口寒天陷 一口气吹碎了 林冲的万象法身 但太阳神鸟状的天灯 仍然在那处是微微荧光 黄梁仙不死不灭 万物不饶 林冲是在头里 法身过来 买卖不成人意子 你突然动手 算是怎么一回事 下一秒 林冲就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就见这天外 呼降一只大手 点在北海玄龙的恶心 北海玄龙 是一声力吼 龙躯盘卷起来 扭曲的模样 似是极痛啊 再下一刻 他万米长的身躯 竟然是逐一爆开 无穷的黑血飞溅而出 又引入了虚空之中 林冲瞧见了 久违的守卢人之手 白米巨手 点在这北海玄龙的额头 又在林冲的面前 犹如是宇宙飞船一般的 一掠而过 林冲顺手 就往旗上丢了一颗核弹蘑菇 就见着一朵蘑菇云 炸了上去 那巨手呢 就像是被烟头烫到了一样 忙是缩了回去 但北海玄龙 已是异变了 他巨大的林甲缝隙间 不断地流着黑血 那些黑血 大部分都消失不知所踪 仍有几颗 低落昆仑山 昆仑山北路 亦是当年 赵虎渡一节真仙节 引来守卢人规则打击的地方 此刻 正有几个玩家 在此看热闹了 因为瞧见了北海玄龙 正与万象先帝对话 又瞧见天将白米巨手 以为会是个什么任务呢 此刻 异界乃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一说 虽在地球上私底下流传 但大部分人呢 也只是当个故事来听听 除非这国家出来正式声明 不然觉着这就是个 虚幻的游戏世界 必然还是在大多数的 所以几个玩家 正在等着任务什么的 结果却等来了天降大雨 那黑色的雨滴啊 与北海玄龙相比 小得可以 等降到这玩家的面前 却已然是如同瓢泼 玩家们现在的平均等级 都在援影网上 见状便撑开护体的悬法 或是法宝 要将这黑雨给隔开 但那雨滴落在这法宝上 竟然是瞬间污了法宝 落在这玄弓上 意识刹那就破了玄弓 几个玩家 灯石被黑色岩浆吞噬了一般 被腐蚀的是通体皆黑 随即又开始癫狂暴躁 就跟那失了神志似的 林冲遥遥地望见这一幕 灯石一惊昂 而全城监控林冲 与北海玄龙会面的704 更是骇然 虽然预料到 这穿越者等级 突破四节 七节 这两个关键的节点 都会引来守卢人的干扰 也做出了冤 但这眼前这情况 却仍然是最糟的一种 你做了什么 林冲问北海玄龙 无做了什么 北海玄龙的龙须微颤 显然是痛苦至极 守卢人抽无血毒 灌辱虚空 反补尘世 阁下族人一呼一息间 竟是龙毒之咒 咒毒入体 复古十岁 毁神灭魂 不消一时三刻 皆成龙石之鬼 阁下 为何定要于天争啊 北海玄龙昂扬龙身 一声长吟 他盘旋着巨大的龙区 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林冲的万象法身 又一次被北海玄龙 卷动带出的风云所击毁 这次 林冲没有在头发声过来 而是在一届墙后 等着七零四的报告 在等待的同时 林冲隔着一届墙 摇摇望着东方天际盘旋呼嚎的巨龙 他轻声说 你难道不明白 不是我要于天争 是天要喷我 不得不争 不得不争 也是没办法隐藏实力了 毕竟 三千万玩家 没法一一告知 别生四劫 会有危险 如若是那般的小心翼翼 何必引来二十分之一的地球人类 进入此界啊 用指哪打哪的百万军队 作为唯一的穿越者军团 不就行了 但林冲 七零四 对策小组 AWIC都明白 只有足够多的人口基数 才能诞生对抗满天神佛的奇迹 困难吗 总会有 绝境亦是长存 唯一可以凭借的 那就是大胆的想象 小心求证的必胜信心 三个小时之后 七零四的报告出来了 不容乐观 现在造福虚空 不止吸纳灵机 还在喷吐灵机 喷吐出来的灵机有毒 七零四说 一个神经教官做了实验 他吸入有毒灵机进行修炼后 三十分钟内就吐血身亡 并且没法转生 因为他的尸体变成了剧毒的尸骸之鬼 非得是被消灭后才能够转生 不过境界却差点掉了 昆仑仙死后会掉境界的 当然 比起其他的二十四仙宗 死了就完毒子了 还是强上了万倍啊 可也经不起这般折腾啊 按照北海玄龙的表现 虚空中吐出的灵机 应该混了龙毒之咒 死于咒毒的 就会变成龙狮之鬼 林冲叹了口气 哎 北海玄龙也不是坚定地 站在首陆人那边 就是铭记天策 不得不 第六百六十九集 灵机有毒 二 以他的性格 就算你提出送他去地球 怕也不敢冒险 何况你怎么送他去地球 七零四问 有个办法可以试试 但也没有机会了 林冲振作精神 首陆人记出这招 带毒灵机 是要感觉昆仑仙啊 我看是得拼了 我们手头的实力 怕是要再等等 七零四迟疑 虽然从对付土地攻起 到群殴十大腰胜 昆仙仙已是有了多次 大军团战役的这么一个经验 但越是如此 越是明白啊 对抗这北海玄龙 靠这人多 怕是不行 等什么 等着林豪横突破到七节 领悟不灭之力 等着穿越者中 再多几个针仙 等着我们的老朋友 能带给我们惊喜 又或者再等几十年 让灵石凑过五千万颗 林冲细数着他们的手段 不会有什么根本改变的 若是此刻打不过 将来怕是也打不过 也是 再等下去 仍然觉得自己是玩家的 穿越者们 怕是得炸锅呀 七零四苦笑 我们终得面对北海玄龙 这一关非过不可 我都可以想象 玩家们说什么了 林冲想了想 觉着针对灵机带了毒 这个环境变化 玩家们舆论该是不大妙 等于在仙霞世界里 突然加入丧尸的设定 三天后 当玩家们忽然明白 游戏悄悄改版的时候 世界就爆了炸了 吃屎时代 一届论坛上 一个帖子被顶得巨高啊 发帖的人还挺贴心的啊 为了迎合一届玩家 是世界大联合的现状 特别弄了 中英德法俄日等 极大语种的版本 内容是 三十年以来 一届经历了仙道科技 最为昌盛的黄金时代 世界环境最为恶劣的黑铁时代 在绝望中窥见曙光的白银时代 而眼下 一届又迎来了新的版本变化 我称其为 吃屎时代 不 我说错了 应该是 吃屎时代 尸体的屎 未经历黑铁时代 我无法相信 一届竟然有连呼吸 都要收费的时期啊 但在这一刻 这一秒 我终于相信了 因为就在刚才 我在一届 吸了口灵机 然后 我竟然中毒了 教官团的建议 竟然让我购买忍服蘑菇 说他能够让我度过这个绝境 但有毒灵机 仍然会侵蚀我的修为 非得配合修为蘑菇一起吃 才能正常修炼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这才是此版本 为你吃的 第一口识 第二口 马上就来 我中毒后 很快就死了 死后没法下线 因为 我变成了丧尸 你没看错 我在一个仙侠游戏里 变为了丧尸 在变成丧尸期间 我无法控制我的人物 还好教官大发慈悲 把我给弄死了 我才下了下 这个时代 要么吃尸 要么吃食 怎么你都得吃 然后我再次说一句啊 吃食时代 这食有毒 虽然这心情 十分沉重 但是这个帖子 硬是把临冲 给看乐了 这食有毒 灵机有毒 笑点在哪 我也不知道 临冲说 不过再看看帖子 临冲这心情 又低落了下去 北海玄龙 将龙毒之咒 自虚空 向尘世发散之后 昆仑仙们 哎呦 简直都要崩溃了 神境之下 位置气若金汤 固化尼境界的修炼者 那是无时不刻 在与外界灵机 进行交换呢 而一旦是吸入了 龙咒之毒 半小时就会嗝屁 死后就会化成 龙尸之鬼 三天后的此刻 东圣神舟之上 游离着数以 十万计的龙尸之鬼 而这些玩家 皆是被困 尸鬼之躯窍 无法下馅 要知道 原因是穿越者们的 平均等级 只要在此界 就会受到 龙咒之毒的侵害 除非说你运气很好 一直守在那 天灯节界的保护之内 龙咒之毒 亦是会被天灯节界 所化解 神经网上呢 不小心吸入 龙咒之毒 也是难免遇害 但若是刻意回避 一直以灵石为消耗的话 那倒也无害 不过后续证明 即便你不被吸入 龙咒之毒 贴合于修道者身体的表面 超过七日 也会形成一层毒痂 意识会导致 这修道者死亡 死后同样转为 龙尸之鬼 那非得就是 时时刻刻 以灵机震荡自身 清除毒咒不可 散仙 真仙往上 亦是如此 这龙咒之毒 侵蚀力极强 任何昆仑仙 都是难逃过 灵机一变当日 一届就宣布了 紧急关闭服务器 进行维护 但受到一届影响的 数十万昆仑仙 则是花费了将近三天的时间 才将其一一击杀 驱逐下下 在击杀北海玄龙之前 林冲不打算 再让他们上下了 守卢人啊 你这招可太毒了 等于直接是绝了 昆仑仙的根基 原因之下的这昆仑仙 将不复存在了 这次与北海玄龙之战 真仙等级之下的昆仑仙 也不必参与 昆仑仙宗三千万修道者 一夜之间全部下下 化作乌有 东圣神州顿时像是传颂天门 发明之前 在春节期间的帝都啊 整个就空荡了下来 昆仑仙面临绝境 尚且可以下下躲避 那二十四仙宗呢 百亿东圣神州居民呢 漫天下的妖兽 第六百七十集 师将横行 长安 巨大的长安城 已变成了一个丧尸之城啊 无数化为尸鬼的人形 游荡在昔日繁华的街道集市上 他们都是长安城中的修道者 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昆仑仙 未得修为的普通百姓 只能是抱着膝盖颤抖地躲在家里 一旦外面有甚响动 都会惊得他们是肝胆欲裂 龙独之咒只存在于灵机之中 普通老百姓一生也和这灵机没什么接触 既不吸纳也不使用 倒是不受影响 但关键是外头那么多具具有修为的龙师之鬼 却是时时刻刻地威胁着他们的性命 大明公 唯应我这倒霉皇帝 手握真龙天子剑 接下一群龙师之鬼 这些个尸鬼啊 几天之前还都是他忠实的臣下 哎 如今却全都变成了无知无觉的痴人尸僵 陛下快走 一位五谷先宗长老 向着唯应五大吼 走 我能去哪儿 北海玄龙把整个尘世都变成了一场噩梦 我又能去哪里呢 已然年近六旬的唯应五 西前横剑 坐在这宝座上 三十年来经修玄弓道法 他现在是重新回到了元神巅峰 不惧这龙咒之毒 却破不了这天下绝境 此事如梦 身在炉中 又能逃去哪里呢 唯应五苦笑 昔日意气风发 想要重整此事的少年 终于变成了知道自己能力极限的中年人 陛下 大明皇朝 有个长老大吼 去找日月仙村 去找康玄陆真仙 他们也自身难保 这大明就随此尘世 戏气终结了吧 唯应五一声长叹 敞开的殿门轰然关闭 最后一缕照进大殿的阳光 被隔绝在了殿外 大殿之中 是沉入了彻底的黑暗之中 便在这时 呼的是一计巨响 殿门被崩开了 以着殿门的几个龙石之鬼 被炸的是四散崩离 一个手镯黑红两色长袍的俊美青年 踏入此殿 随着他的踏入 整个大殿都宛如是坠入了明月之地 盈盈光芒洒入黑暗 殿门之处的那些尸僵 触到这些光 顿时就宛如是木雕石塑一般 僵直在了原地 是与新尊 唯应五锦鱼的十余个臣子中 有人高呼来人之名 许君虎一抚袖 七八个亮于空气中的白光神闻 依次是落于大殿各处 顿时明月之光变洒 所有的尸僵都被钉在了原地 臣是天灯可治龙咒之毒 许君虎向唯应五说 尚先嘱咐我带了千枚天灯 便洒长安 中龙咒之毒未深者 天灯便可解救 若是中毒已深 成了尸僵 就快些将之机杀吧 说吧 许君虎抚袖要走 至于新尊 唯应五却是叫了一声 许君虎转头 就见着唯应五 缓缓跪下 叩首吉地 请告知尚先 我错了 许君虎知道这唯应五哪错了 自昆仑仙势力日盛之后 唯应五担忧昆仙颠覆他的政权 在长安城内发出禁令 不允许昆仑仙进驻 大明宫内 更是不允许天灯的出现 如若不是这样 尸鬼之祸 在这大明宫与长安城 不会危害如此之深呢 林冲也不愿与唯应五为难 开拓团更是抱着尊重此届文明的 基本行动理念 所以唯应五的决定 得到了彻底的遵循 开拓团早就撤出了长安 玩家们也只是三三两两的 出现在这里 三千万昆仑仙 在长安没有驻地 哎 如今这知错有何用呢 你好自为之本 许君虎一声冷哼 要不是林冲嘱咐过 别干扰这唯应五之政 许君虎早就在当年 唯应五下达禁令时 弄死他了 还用得着今天等到这龙氏之祸 做完这事 许君虎身化三节悬光 顿入虚空 再出现之时 已是到了昆仑极巅之上了 站在轮回塔尖 许君虎瞧着东北方天际盘旋着的北海悬龙 他喃喃自语 还有七日 一许前迟 就在那时啊 什么一许前迟啊 一个声音在许君虎身旁响起 有声音忽然响起 这许君虎倒是没被吓着 这世上能够悄无声息来到他身旁的 只有一个 或者说是二人 他歪头瞧了一眼身旁 果然 林不周和有苏 正手挽手的站在轮回塔之上 同时仰着头 瞧着东北方天际盘旋 如一个天文异象的北海悬龙 前耻太多了 数也数不过来 许君虎轻笑道 语意虽是轻快 但画中的寓意 却不是开玩笑的 你一个堂堂日月仙尊 日月仙宗之主 二十四仙宗 荡之无愧的话是人 天下规格女子的梦中情人 谁敢给你虚弱 林不周不禁诧异 开玩笑吗 许君虎嘴角上扬 他笑了一下 你这样一笑 我就知道你有事 林不周哼了声 林不周实在是太了解许君虎了 当年十年神州游历 二人是形影不离 名为师徒 这样的数换